历史垂青于胜利者 不过咱们今天将用30分钟来聊一位败军之将 他是元朝最后一位名将 是元末乱世最年轻的军阀 是以天屠龙记中赵敏的哥哥的原型 他以残兵败将一次又一次的 抵挡着朱元璋和大明武将天团 他就是被朱元璋称为天下第一奇男子的王宝宝 这一期咱们除了讲庆王宝宝 也借由王宝宝的视角 看看朱元璋北定天下的全过程 体会一下敌人眼中的大明 强大的多么令人绝望 公元1367年的热榜第一 是一篇习文 火遍了大江南北 中原百姓纷纷议论 习文里的内容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小心点我要过枪打你们去了 谁要这么狂 南边的奇异军头子朱元璋 朱元璋在习文里做了个自我介绍 说我是怀幼不一 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 简单来说 就是自己人 大家放心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我北商要打的可不是老百姓 而是元朝廷 因为元朝廷是遗敌 从来都是华夏儿女管遗敌 从没听说遗敌管华夏儿女的 所以我要推翻元朝廷 朱元璋要上高度了 朱元璋第一个喊出了那句口号 驱除葫芦恢复中华 太正义了 朱元璋的北伐一下变成了代表 华夏儿女的正义北伐 朱元璋在习文里继续说 我北伐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看中原的老百姓太可怜了 连个能保护他们的君主都没有 所以我勉为其难来保护大家了 听懂掌声 于是朱元璋的北伐 又成了拯救老百姓的善意北伐 这就是著名的御中原习 习文发布时 朱元璋已经基本平定了南方 下令徐达常与春带队 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北进中原 被罚要开始了 除了上述内容 朱元璋在习文中还嘴嗨了一把 说元朝有个叫王宝宝的 能力还可以 可惜是个狗汉奸 他原本是汉人 蒙古人赐给他个蒙古姓 他就忘了祖宗了 呸不要脸 王宝宝看到习文都快气炸了 老子不是汉奸 那王宝宝是汉奸吗 明史记载 王宝宝审求汉人 那他效忠元朝廷 可不就是汉奸呗 就这样 王宝宝被骂了五百多年 哎 1990年 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我国考古队 在洛阳发现了一座元代墓葬 出土了随葬物品七十余件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墓主的墓志明 墓志明上写了 墓主叫塞因赤达呼 是蒙古博业台士 祖先跟着忽必烈 平定河南后 在故使县定居了下来 还生了萨娃 大娃生儿敏误 才气异常 名叫阔阔天吾尔 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后 被博大精神的汉文化吸引 都喜欢给自己取个汉名 强装本地人 阔阔天吾尔也不例外 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王宝宝 自此 王宝宝五百多年的陈年老元 终于被昭雪了 原来人家王宝宝确实不是汉奸 是个忠肝义胆的蒙古勇士 墓志明中 还记载了王宝宝弟弟妹妹们的生平 王宝宝的弟弟脱银天吾尔 死于名将兰语之首 王宝宝的妹妹关一奴 被朱元璋抢走 当了儿媳妇 这么看来 王宝宝和朱元璋 是有不共戴天之仇 大家知道吧 在《倚天屠龙记》里 王宝宝有个妹妹叫赵敏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关一奴 就是赵敏的原型 咱们说回王宝宝 王宝宝从小身体不好 总生病 于是就被送去了舅舅家抚养 老季也没查到 这是哪儿的怪习惯 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说一说 王宝宝的舅舅 膝下无子 视王宝宝如己出 正是这个舅舅 改变了王宝宝的一生 咱们分点篇幅给舅舅 王宝宝的舅舅 就是大名鼎鼎的 查罕天摩尔 查罕天摩尔和朱元璋 缘分是真不浅 堪称乱世双交了 公元1328年 查罕天摩尔 出生在影州沈秋的 一个色木小地主家 这色木人是啥人呢 元朝把治下人民 分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 色木人 汉人 男人 色木人 简单来说 就是当年蒙古西征时 俘虏的各类外族人的统称 如果你从查罕家出来 开车向东 走不到三个小时 就来到了豪州 豪州有个猪姓店户 老猪家这一年 也生了个小男孩 起名猪虫八 这俩同乡男孩 都不是省油的灯 圆末天下大乱 群雄四起 大体上 可以分为南北两个赛区 两个男孩成年后 一南一北的登上了圆末那台 给天下两点颜色看看 查罕天末儿 也给自己起了个汉人名字 李查罕 李查罕从小有个怪习惯 爱学习 还参加过科举 很可惜啊 没考好 这可玩咯 史书中啊 但凡考试没考好的 那都是狠人呢 什么皇朝 洪秀全 左宗堂 袁世凯 大家还知道有谁 可以补充一下 李查罕也不例外 也狠 元朝末年 百姓食不果妇 饿瓢遍野 吃不饱饭的苦命人们 聚在一起 拉起了起义的大旗 号称红金军 元朝当家人 元顺帝慌了 派官军前去评判 可此时的援军 早已不是当年 横扫世界的蒙古铁机了 当年一身纸包机的蒙古勇士 在九尺肉林的禁银下 如今只剩纸包使了 别说横扫世界了 上马都费劲 元朝评判大军 是一触即溃 红金军战胜了官军 从此名声大震 迅速占领了 颖州如宁 西州光州等地 这一年 查寒24岁 李查寒看着 身世浩大的红金军 看着大厦江青的元帝国 他决定 伸手扶一把 可不是李查寒多仗义 实属被逼无奈 红金军大多是 吃不饱饭的鸡民 造反的目的很单纯 吃饭 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 就是像李查寒 这样的外族小地主 李查寒为了 捍卫自己的人身 及财产安全 召集了一帮富家同学朋友 自主抗击红金军 同年24岁的朱元璋 看着身世浩大的红金军 看着路边饿死的百姓 犹犹豫豫地 走进了红金军的大营 可不是朱元璋多仗义 实属被逼无奈 因为红金军 已经抢到他家门口了 要么加入红金军 一起抢别人 要么被红金军抢 于是李查寒和朱元璋 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 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 在同一年 加入了不同的阵营 历史的齿轮 开始转动了 李查寒刚起兵就后悔了 因为打仗这事 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也太简单了吧 李查寒刚起兵 就一路削瓜切菜 夺下了红金军 占领的罗山县 李查寒惊呼 早知道打仗这么简单 我还考什么进士啊 早就起兵当军阀了 元春帝听说 有个叫李查寒的蒙古青年 打败了红金军 开心坏了 马上升任李查寒 为如宁打鲁花痴 打鲁花痴是镇守者的意思 相当于一个地区的监军 从此李查寒开始了 自己的开挂人生 一路攻城掠地 一直打到红金军的 大本营变凉 打得红金军首领 韩联尔弃成而逃 跑去了安峰 而韩联尔的家眷 亲兵大臣五千多人 全都被李查寒俘了 元春帝乐不活了 查寒天沫尔 真乃我大元晴天柱啊 任命李查寒 为河南行省平章正事 兼同职河南行书民院士 陕西邢台御史中成 总之啊就是大官 赐御医赏七宝腰带 上次咱们提到七宝腰带 还是七百多年前 李世民赏给大唐开国 第一功臣长孙无忌的呢 此时的李查寒势力有多大呢 他控制着河北山西 关陕和河南 号令所及大于京乡江浙 成为了此时天底下 最大的军阀 这一年李查寒才31岁 此时红金军在中原地区 已经被打得只剩 最后一个据点 异毒了 只要李查寒再拿下了异毒 去南方赛区凑凑热闹了 此时南方赛区 还只是个叛军头子的朱元璋 正在和张世成 陈永亮苦苦缠斗 如果李查寒此时难下 一定能渔翁得利 天下可平以 可惜时代的主角 不是他李查寒 而是朱元璋 而主角是有光环的 查寒天末尔下令攻打异都 胜利已经不只是向他招手了 连衣服都脱了 可李查寒突然死了 杀李查寒的是李查寒 从红阶军策反过来的两员敌将 田丰和王志成 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叛徒 能对逆忠诚 攻打异都时 田王二人再次倒戈 把李查寒给杀了 听闻李查寒死了 一群人哭了 一个人笑了 哭的人是不是真心不知道啊 但笑的那个人 笑的可开心了 朱元璋手舞足蹈的说了 天下无人矣 天底下再也没有人 是我的对手了 朱元璋终于不用担心 李查寒从北边打过来了 可以放开手脚和陈永亮 张志成展开决战了 咱们再来看看 为李查寒屌下眼泪的还有谁 首先是元顺帝 元顺帝 我大元痛失擎天柱啊 元朝的另一位大军法 波罗贴木尔也哭 说李查寒不死 我得省多少心呢 当然了 还有李查寒麾下的将士们 这时啊 李查寒的老友白左柱 站出来大声说了 别哭了 李查寒死了 可他还有儿子呢 说完拉出年仅19岁的王宝宝 说我们应该奉王宝宝为新主 说完扑通一声 给侄子辈的王宝宝就跪下了 军中猪将也跟着下跪 就这样王宝宝接管了 养父的所有地盘和势力 王宝宝没哭 他咬牙恨声说道 走发兵 给养父报仇去 杀掉李查寒后啊 田风张志成 躲进了异都城 他们原本认为李查寒一死 半大小的王宝宝 肯定镇不住场子 查寒军必然分崩利息 当王宝宝兵临异都时 天王都惊呆了 他俩很有自知之明 杀了人家爹 何谈投降都不可能了 只有此战一条路了 求生一时激发了超强战斗力 异都守军啊 还真就挡下了王宝宝猛烈的进攻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王宝宝下令走下路挖地道 地道从夏天一直挖到冬天 总算是挖通了 当王宝宝像燕鼠一样从敌后钻出 天风王世成都吓傻了 王宝宝掏出他俩的心 祭奠王父 可还是觉得不够解气 又砍了天王二人手下 六百多个人的脑袋才罢休 至此 王宝宝报了养父的仇 抢了养父的人头 给北方红军军送上了致命一击 为元朝立下了不适之功 可有什么用呢 理查汉之死的影响 远比王宝宝想象中的更深远 甚至已经为元朝的覆面定了调 设施未深的王宝宝惊讶地发现 社会远比他想象的不讲无德 王宝宝能顺利调动大军打异都 因为打异都这个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元顺帝需要他拿下异都 所以在王宝宝打异都之前 元顺帝亲自下诏 命众人跟他去打异都 军阀投资们也需要王宝宝拿下异都 麾下将士们也想帮老领导报仇 可消灭了共同的敌人 大元集团内部开始分房离析了 当初为理查汗掉下眼里的没几个是真心的 首先是元顺帝 一边给理查汗追风 一边派大臣去接管理查汗的领地 想削弱理查汗集团的势力 曾和理查汗共同平叛的军阀 波罗贴木尔眼泪都没干 又发兵攻占了理查汗的地盘 老记的老家石家庄 这都不算什么 王宝宝和元朝廷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起因是一场狗血宫斗剧 元顺帝的儿子 太子爱由十里达拉觉得父亲死了 自己才能登基这事特别不可学 他打算效仿李世民圈养元顺帝 元顺帝说我又不识猪 不接受圈养 父子俩见拔弩张 各自咬人 太子小爱选择拉拢王宝宝 而元顺帝召另一位军阀 波罗贴木尔进攻撑腰 元顺帝都不读三国吗 召军阀进京这事能随便干吗 波罗贴木尔一进京 马上化身董卓 开始在京城胡作非为 娶了四十房小老婆 每天上朝前都要让四十个姑娘 给他敬酒送行 酒量真好 甚至逼元顺帝把他的妃子 送给自己当妾 当然了 波罗贴木尔的下场 也和董卓差不了太多 元顺帝忍无可忍 派人刺杀了波罗贴木尔 太子这边也不顺利 他跑去王宝宝大营寻求帮助 想让王宝宝支持自己 效仿唐素宗05故事在外登基 王宝宝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不答应 太子的计划流产了 元顺帝和太子 谁也没能干掉谁 俩人气也消了 又傅慈子叫起来了 他俩是气消了 王宝宝和太子的仇可是解下了 宝宝不开心 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失业了 得赶紧给大家选个敌人 新的共同的敌人 把大家团结起来 王宝宝把目光看向了南方的朱元璋 公元1365年 朱元璋已经消灭了陈友亮 正忙着和张志成决战呢 王宝宝马上上奏 请求亲自南下评判 踹朱元璋屁股去 元顺帝答应了 命王宝宝为总兵官 截至天下兵马 召集各路军阀积极南下 父亲的老战友 军阀头的李思琪 李叔叔率先表态了 说宝宝啊 你爹和我是老相识了 你爹当年总和我喝酒 每次都是端着杯子 敬我三次我才喝呢 你个黄宝小儿 凭什么对我要五合六的 李叔下令 一兵一甲 不出关中奉赵 王宝宝赶来 便整兵杀之 李思琪不是特例 各路军阀都不奉赵 可怜王宝宝空有评判之心 也只能是空有评判之心 甚至攘外必先安内 王宝宝于是调转矛头 决定杀鸡敬猴 先杀李思琪这只大攻击 听说王宝宝不南下 去打自己人去了 太子抓住机会 薪酬就很一起算 以王宝宝不南下为由 下诏撤了他的兵权 一看王宝宝和朝廷撕破脸 王宝宝麾下的将士们 起了一心 一个叫莫高的 马上给朝廷写信 表忠心 说我和王宝宝可不一样 我中军爱国 王宝宝不打坏人 打自己人确实太过分了 我建议讨伐他 一看王宝宝军心不稳 朝廷顺势来了个府邸抽薪 给王宝宝麾下将领们 升职加薪 让他们各自节制本部兵马 成功挑动王宝麾下 干将莫高官宝二人自立了 朝廷还下令 让莫高讨伐王宝宝 领导不满意 同时不配合 下属还捅刀子 二十多岁的职场新人小王 处境很不好 北方赛场硝烟又起 回到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此刻有个人 正密切关注着 袁集团内部的这些勾心斗角 朱元璋的间谍 早就把袁朝廷 渗透成了筛子 这些锦衣卫的前身 把袁朝廷的动向 写成报告 事无巨细地传达给朱元璋 朱元璋看着报告 微微一笑 作吧 你们就作吧 等我打过去了 好好教育教育你们 多话说 三十年河北 三十年河南 北方赛区四分五裂 而南方赛场 已经化整为零了 朱元璋灭掉了张世成 将士们大气都没喘云呢 朱元璋就下令 天下不武 兵分四路多线操作 准备一统天下 趁袁朝病 要袁朝命 朱元璋排兵不振 第一路 汤和亮王珠 朱亮祖等猪将 南下进攻浙东福建 第二路 周德兴 杨静等人攻广西 第三路 由邓玉出襄阳 进南洋藤地 而第四路 主力部队 由徐达常与春 率领25万精锐北上 开始北伐 咱们这一期 主要看北伐 咱们之前说过 在朱元璋之前 从来没有过 从南向北打 最后完成大一统的朝代 那朱元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非常精彩 朱元璋利用南方建船的优势 由江入淮 速运河而上 所有人都认为 朱元璋会直取袁大都的 可朱元璋偏步 他选择在徐州 下批登陆打山东去了 情报是真的重要 昔日山东 绝大部分都是 李察汉王宝宝的地盘 不过此时的王宝宝 自顾不暇 哪管得了山东啊 此时的原始是这样的 11月10号 徐达率军攻陷一州 李察汉旧部王信投降 接着明军兵取一州 11月29日 徐达攻陷一都路 李察汉旧部李宝宝投降 原将八爷不哈 宁死不降 弃而投井自杀 12月初五 明军攻克东平县 东俄县 原将冯德杜天佑 蒋星投降 12月初六 明军攻克张秋 首将投降 12月初八 攻克济宁 原将陈炳逃跑 两天后 徐达兵民济南 原将多达尔记投降 16日 葡萄守将京郁 邹平现隐董刚 现场投降 27日 徐达攻克登州来州 原守将董车安然投降 山东眼看就要投光了 袁顺帝知道慌了 下令让军阀李思琪 发兵救援 李思琪正忙着和王宝宝对线 哪顾得上 李思琪不理袁顺帝 有人看不下去了 袁臣陈祖人 劝袁春帝 咱别钻牛角尖了 还是赶紧请宝宝出山吧 不然袁朝威夷 袁春帝说行吧 但领导的皇冠不能掉 威严不能丢 他给王宝宝下招 说朕一直把你当儿子 希望你知道错了 如果你现在好好评判 我就把你以前的官职回复 真硬啊 袁春帝求救的腰杆之真硬啊 王宝宝当然不理他 一群军阀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现在去评判 即便是评判成功了 也会元气大伤 被其他军阀分尸 看王宝宝就是不动 元顺利急了 下诏过嘴瘾 说王宝宝啊 就不是查案听宝的亲儿子 他能有今天都是朝廷的恩典 如今却嚣张跋扈不听话 于是命突鲁李斯奇 讨伐王宝宝 加上之前的莫高官宝 这算是组成了淘宝联军吗 请问 真是离了大谱了 朱元璋都上高地了 元军还在这忙着淘宝呢 朱元璋那边都笑不活了 这也太不把我老猪放眼里了吧 各位给我使点劲 朱元璋大军先下东昌路 宝庆路再下地州 山东全境近归大明 自时明军距离元大都 直线距离只剩600里了 大家都以为 朱元璋这下要攻打元大都了吧 可朱元璋突然急转方向盘 向西打河南去了 河南大部分啊 也是以前李察罕和王宝宝的地盘 明军迅速攻克 永城归得许州 直逼汴梁 汴梁守将都懵了 直接现场投降 200多年前 南宋当局丢掉汴州 苟安杭州 只把杭州做汴州 如今汴州啊 又回到了汉人怀抱 从此以后 杭州是杭州 汴州是汴州 不对 朱元璋改汴州路为开封府 杭州是杭州 汴州是开封 徐达又攻克塔尔湾 王宝宝的弟弟托因天姆尔 在落水北镇守 常玉春一记荡千 冲入敌阵 托因天姆尔派二十人阻拦 拦不住 徐达兵临洛阳 李察汉的爹 也就是王宝宝的外公 县城投降 常玉春一鼓作气 四天后夺下松州 十天后 河南全境 近归大明 明军的风草走位 彻底晃瞎了 元军阀们的眼 朱元璋这是干啥呢 按这个行军路线 下一步就是西进 打关中了呗 关中军阀人心惶惶 李思琪张良璧 赶紧联合防守 关中东大门通关 可明军刚抵达通关 心理素质最差的李思琪 就给吓跑了 资重粮草都顾不上药了 明军顺利拿下同关 同关一丢啊 关内军阀们仿佛都看见 朱元璋冲他们 呲着大牙笑了 朱元璋也算是 帮了王宝宝一把 王宝宝抓住机会 大败莫高 关宝军把这两个叛徒 都给杀了 淘宝联盟失败 元春帝此时 总算分清轻忠缓击了 下诏别打了别打了 你们都别打了 朱元璋都打到 你们家门口了 你们这群人 分得清轻忠缓击吗 军阀们都懵了 不是你让我们 打王宝宝的吗 元春帝还下令 恢复王宝宝官职 赶紧打朱元璋吧 我的宝 就在军阀们都以为 踹开同关大门的朱元璋 要和关中各路军阀 展开决战时 朱元璋突然停止了 西进的步伐 一个急转弯 北上大元大都去了 踹大门 有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破门而入 而是为了关死你们 此时 同关被明军控制 阻断了西路军阀的支援通路 公元1368年7月20日 明军攻线通州的消息 传到了元大都 元顺帝召集后宫嫔妃和太子 大义凛然的说道 我绝不做那软弱的宋朝 徽宗亲宗被俘虏 我要逃跑了 大臣都看不下去了 宦官赵拔言不哈说了 祖宗基业应该誓死守卫 咱们能轻易就不要了呢 元顺帝就不要 半夜逃出宫 北顿了 三天后 徐达进元都 元朝诸臣誓死不详 被杀的被杀 自尽的自尽 元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元史记载 八月耕武 大明兵入京城 元王 怎么样各位 朱元璋的北伐密宗部 精不精彩啊 怕大家看不懂 朱元璋贴心的 给大家做了一波科普 说如果我当初 发兵直取元都城 那里毕竟是百年兼城 一旦久攻不下 士族就疲毙了 元朝诸军阀赶来分桃子 北伐就败了 所以我才选择 趁元朝军阀混战 先打山东 再向西打河南 可不能再往关中打了啊 一旦关中军阀 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一定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北伐就又失败了 所以拿下河南山东 恶主同关 就等于切断了 元军的救援路线 元大都就可以随意拿捏了 元都城破 那些军阀头子 没了主心骨 一定会不战而降的 朱元璋真是条理清晰 思路清奇啊 怎么样各位 还不给朱元璋 一个一箭三连吗 什么叫天才的战略大师啊 朱元璋就是 可真正的硬仗 才刚刚拉开序幕 元顺帝离开了他的宫殿 双脚踏上石地 聪明的智商重回高地 这次啊 他学会了服软 下诏恢复王宝宝所有的官职 命王宝宝亲王 说归说闹归闹 军阀们也知道 都城丢了 可不是开玩笑的 王宝宝发兵评判了 哎 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巧了不是 朱元璋此时啊 也把目光移向了王宝宝 朱元璋下令 徐达统军 讨伐山西王宝宝 徐达以常玉春 傅友德为南路 由汤和冯盛为北路 兵分两路 以前行攻势 进军山西 真正的硬仗 山西之战开始了 刚开始啊 明军打得很顺利 七行一路 势如破竹 王宝宝军不禁打 一触击溃 明军也没有多想 对他们来说呀 这属于北伐路上的正常状态 骄傲的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正一步步的 踏入王宝宝的陷阱 听说明军发兵山西 王宝宝就冷静地分析了局势 敌人多现来袭 自己又没有三头六臂 挡不住的 王宝宝一拍大腿 换驾 王宝宝的计划是 用明军深入山西 然后清朝而出 利用骑兵优势 直取元大都 如果徐达不回师救援 就夺下元大都 迎元顺地回朝 如果徐达救援元大都 明朝的两路大军 远近不同 势必有先来后到 就可以以意待劳 先灭明朝北路 再等待明朝南路上钩 王宝宝的钓鱼计划 不能说有多高明 只能说是当前局势下的最优解 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他的对手有多恐怖 他面对的 毕竟是大明开国第二名将 徐达 明朝的情报系统 再次发挥了功效 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说王宝宝已经清朝而出 直奔元大都了 徐达的决策 彻底超出了王宝宝的理解范围 徐达决定 换家 放弃元大都 直取王宝宝的大本营 太元 什么叫棋逢对手啊 明朝此时已经有大半个中国了 家多丢得起 可你王宝宝就一个家 你敢不救 徐达还是错算了一招 他忘了蒙古骑兵 是以速度快组成的 听说明军直奔太远 王宝宝急忙回城 终于在城外拦住了明军 此时明军的骑兵虽然到了 可步兵走得慢还没到 优势还在王宝宝 可元朝多年内斗的坏影响还在 王宝宝军中啊 有个将领叫忽必勒马 这名起的真不文明 忽必勒马呀 原本是王宝宝的对手 大军阀波罗提摩尔的下属 波罗在京城被刺杀后 无奈依附了王宝宝 他此时啊 暗中联络徐达 甘当蒙古带路党 与明军里应外合 夜袭王宝宝的大营 爱读书这件事啊 是能救命的 这天夜里 王宝宝在营中正看兵书呢 帐外突然火光刺起 王宝宝意识到 坏了敌人夜袭 于是他连鞋都顾不上穿 光着脚 仅率领18名骑兵 死里逃生 明军攻克太远 俘获王宝宝精锐4万余人 经此一战 王宝宝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全输光了 也让王宝宝见识到了 他一生的速递虚打 有多恐怖 第一战 王宝宝输在了军心 虚打对王宝宝1比0 此时王宝宝还不到30岁 年轻当然不能认输 各位几方仅剩18个人了 对方是坐拥天下兵马的大名 是你还挣扎吗 为了什么呀 为了不断猜疑自己的元顺帝 值得吗 我们之前说姜维的那句话 送给王宝宝依然实用 水晶都碎了 可王宝宝还在操作 王宝宝一路逃到甘肃 然后招揽旧部 团结末南蒙古诸部 打算集结兵力再战大名 公元1369年5月 徐达帅大军逼近甘肃庆阳 拒守庆阳是当年讨伐王宝宝的 援军阀中的一员张良碧 此时张良碧已经逃走了 张良碧的弟弟张良辰留守庆阳 徐达命人 把庆阳围了个理三层外三层 打算饿死张良辰 张良辰向王宝宝求援 面对国仇 旧恨一笔勾销 王宝宝派兵支援庆阳 王宝宝之前的家底 都是爸爸留下的 可他这次的家底 是自己拉扯起来的 珍惜程度完全不一样 他选择这次不跟徐达刚正面了 二十派青旗 游走侵扰庆阳周边地区 逼徐达分兵救援 以解庆阳之围 王宝宝先攻援州 徐达派冯胜分兵 恶守庆阳与援州之间的一马关 阻止王宝宝从援州来袭 庆阳围困局势稍缓 接着王宝宝又派人进攻 防守伯乐的靖州 徐达和王宝宝一样都是顶级棄手 徐达意识到了王宝宝的真实意图 哦 王宝宝是在勾引我意在庆阳啊 于是徐达不再分兵之援 就死为庆阳 王宝宝决定换个更大的筹码 于是发兵进攻凤翔 凤翔在徐达的补给线上 一旦凤翔失守 徐达大军可就断粮了 徐达还是不管 徐达坚信庆阳没自己能扛 他决定和王宝宝再玩一把 极限一换一 王宝宝决定不和徐达玩了 他加大了筹码 再派一支骑兵直奔山西大统 大统距离昔日的袁大都 也就是北平只有六百里了 攻下大统就能直奔北平了 你还敢不救吗 徐达坚决不救 大统眼看着就要被援军攻克了 好 从此战来看 王宝宝和徐达打的是有来有回 可惜王宝宝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背后的男人是袁顺帝 而徐达背后的是 朱元璋和大明开国武将天团 朱元璋听说青阳就攻不下 马上派出麾下第一猛将 李文忠支援青阳 李文忠走到半路 突然听说大统被援军围了 各位 如果你是李文忠 得到的军令是支援青阳 也没拿着手机 不能请指领导 你救不救大统呢 违抗军令可能会死哦 李文忠当机立断 堵上自己的脑袋支援大统 李文忠堵赢了 他在大统城外大破援军 而此时 青阳城中的援朝守军 也淡尽粮绝了 马师苏百谢人是黄尼 青阳守军开城投降 张亮晨投井自尽 被徐达捞起来 又砍了刺脑袋 这一回合 王宝宝输在后台上 徐达对战王宝宝2比0 公元1370年4月 王宝宝率领蒙古骑兵 进逼重镇兰州 在这儿不得不佩服 王宝宝的钢铁一致 抛开阵营不谈 王宝宝撑得上元朝的脊梁了 王宝宝这次是提前调研过的 此时他的死对头徐达 被朱元璋召回了应天 机会难得 朱元璋听说兰州被围 迅速做出反应 不只派徐达领军进攻兰州 还另派李文忠 带一支部队深入沙漠 进攻元顺帝 高明霸 真正的高手 总是能利用危机的 朱元璋的意图很明显 此刻元军主力在兰州 元顺帝必然孤立无援 同时分明进攻元顺帝 也能彻底断了元顺帝 派兵支援王宝宝的念头 简单一句话 让双方无法呼应救援 听说老对手徐达达了 王宝宝退手车到线 两军隔山沟对垒 每天交手数次 这是两位名将的 第一次正面眼纲 两位顶级骑手的结征 局势瞬息万变 稍有破绽 就会满盘结束 王宝宝派出精锐骑兵 登上东面一座小山 下令蒙古骑兵 利用地形优势 俯冲明军东南营垒 东南营垒手将胡德纪 被冲蒙了 明军阵线被豁开了一道口子 一场战斗中 哪怕是小范围的溃败 都可能导致全军陷入混乱局面 徐达及时赶来了 他横刀立马 连斩数名南营垒窃战将官 大喊后退折斩 主帅亲临 明军军心为之一阵 冲入元朝地营 嘎嘎乱杀 明军大胜 斩杀援军不计其数 王宝宝死里逃生 带着妻儿逃到黄河边 面对滚滚黄河 王宝宝放手一搏 抱着一根圆木 跳入了水中 牛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第三局 王宝宝输在了微操上 徐达vs王宝宝3比0 就在徐达和王宝宝 在兰州贴身对战的时候 名将李文忠 率军一路打到 元顺帝所在的硬场 元顺帝在这儿 特别配合的病死了 元顺帝的儿子 就是当年想圈养爸爸的元太子 爱由实力达拉 小爱逃到了当年 强大的蒙古帝国都城 昔日的世界中心哈拉和林 终于如愿以偿 登上皇位 视为元昭宗 唯一可惜的是 江山没了 而王宝宝死里逃生 也来到了和林 这对当初互相看不上眼的 难君难臣 在命运的安排下 重新聚首 以后只能彼此相依了 真不知的二人 此刻作何感想 王宝宝依旧没认输 之后的时间里 他一抓住机会 就骚扰明朝边疆 明朝逐将忍不了了 建议朱元璋 咱们深入敌境 灭了王宝宝去吧 朱元璋原本是不答应的 因为刘伯温退休前 对朱元璋说过一句话 王宝宝未可轻 王宝宝可不能轻视 可朱元璋最终还是出手了 虽然没有轻敌 这次他派徐大为 蒸鲁大将军 李文忠为左副将军 冯胜为蒸西将军 三路同时出击 讨伐王宝宝 而此时的王宝宝 回到了祖先们 七七的王宝草原 好像突然找回了自己 找回了一个蒙古人的天性 他想起了百年前 蒙古射手特有的 耍赖的 让世界闻风丧胆的 经典战术 放风筝 好了 咱们也回忆一下 看看老季一年前的视频 射手的终极技能是什么呢 放风筝啊 简单来说 就是先远距离射你 然后假装撤退 一边撤退 一边回头接着射你 不断引斗 激怒对方 像放风筝一样 把敌人拉扯到包围圈 然后干什么呢 换马 换上满油的马 油门踩到底 冲散敌军阵型 分割包围 然后追着射你 围着射你 你追吧 损失惨重 不追吧 几乎他们都不休整 就又杀回来了 这种战术 被蒙古人称为狗斗术 不得不感叹 出出茅庐的老季嘴是真快 而出出茅庐的蓝玉 腿是真快 他作为此次讨伐 王宝宝的徐大军先锋 一马当先 在野马川大败王宝宝 王宝宝跑蓝玉追 蓝玉在拖拉河 追上王宝宝再败之 王宝宝又跑 明军这次一起追 突然另一位原将 率军从旁杀出 和王宝宝和边一处 掉头合击明军 明军大败 阵亡数万人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依旧赖皮 依旧好用 王宝宝这次终于扳回了一局 第一次战胜了宿地徐大 徐大对战王宝宝三比一 明军失败的消息传来 朱元璋懊恼的说了 我就该听刘基的 不该清敌啊 拜比啊拜比 我一生无拜计 这次啊 清醒你们这群 无谋之人的话 才死了这么多士族 领导甩锅有没有 还没完 咱们来看看李文忠路线 李文忠率军在厄尔昆河 打败援军 援军败走 李文忠说了 兵贵神速 大家给我追 于是明军每人只带 二十点口粮 开始追击 可追着追着 发现不对啊 援军怎么越来越多了 完了 中埋伏了 长玉春堂弟长荣 和其他四位名将战死 李文忠坐骑重剑 在随从的护卫下 仓皇逃窜 逃到半路 李文忠越想越不服 简单休整之后 又杀了回去 援军又跑了 李文忠又追 援军又多了 李文忠下令撤退 连夜王家跑 在夜里迷了路 可死士卒 不计其数 这场战役 被称为领美之战 领美之战 让明军剿灭北援的计划 以失败收场 王宝宝凭借领美之战 打破了徐达的不败神话 阻断了徐达的风神之路 也成功把自己 送进了名将行列 不过战术上的胜利 改变不了战略上的失败 大明在北伐的同时 其他三线也是一路凯歌 大明早已取代元朝 以崭新的面貌 登上了历史舞台 北援不过是在狗言参传罢了 不过王宝宝 终究是凭一己之力 给北援续了拨命 领美之战后 在文臣们的建议下 大明转身开始修筑长城 奠定了未来两百余年 明蒙长期对峙的格局 领美之战三年后 王宝宝兵故还不到35岁 好了各位 咱们陪着朱元璋 从小和尚一步步的 干到了开国皇帝 大家没有功劳 也有陪伴呀 都是功臣 高不高兴啊各位 朱元璋能得天下 少不了功臣们的大力支持 什么李善长 刘基 徐达常与春 李文忠等等等等吧 可有一个人的名字 从来没有在我们 前几期的视频里出现过 可最后他却打败了功臣 成了大明 不中国历史上的 最后一位丞相 他就是胡维雍 大明开国第一大案 胡维雍案要来了 为了彻查胡维雍案 大明顶级天团 锦衣卫也要登场了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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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